言文在族,施叠上回 上回就讲到 朱棣就带领大军直攻南京 平安一见都这样就惊他上来了 哎呀,如果京城被他攻破 就不得了的嘛 就统书军马 一路就追着朱棣 希望能够拦截到他 那天夜行军就很累了 去到肥水河那里 就想休息一会 谁知那个朱棣 他已经在肥水河那里 等着平安 等足了两天 一见到他来就对了 伏兵四起 那个平安就没有防备 不知道他来得这么快 就被他打到七零八散 只好带领残兵败将 匆匆忙忙就撤退了 那平安统领了四万军马 就被他打到散了 不过呢 这样一打呢 也拖延了朱棣进军京城的进度 朱棣民呢 也争取到时间 征集人马 那他就找到一批军马 补充入平安的大军那里 那于是平安呢 得到一批生力军就在衰水河的地方 布下战场 准备和朱棣民进度 再进行一次生死决战 然后后来两军大会战就开始了 朱棣呢 就稍微占了一些优势 但是一时间呢 就没有说他彻底打败平安 那时候呢 平安大军的粮草就不是太够了 军心有点乱 两军呢 就隔着衰水河来都对峙 那个朱棣你就运用他一贯的打法 他突然间 将大军呢 沿着河边 前进了三十里 然后就戈河一兜 就戈到平安大军的后面来攻他 哈 平安就想不到的嘛 一下子又被他打到阵脚带暖 这回弊了 看白全军覆没的 突然间呢 朱棣有个亲戚来找他了 不过这个亲戚呢 不是来帮他的 手指扰出 不要入的 这个就是朱棣的扣仔 徐达的大仔 徐辉祖 他带领大军来救援平安 这下就救了平安一命 他还将朱棣打得狼狂不堪 连朱棣手下的大将李斌 都被那徐辉祖斩于马下 这回啊 朱棣手下的兵马呢 日夜行军 已经行到筋皮力圈了嘛 现在横横杀出那徐辉祖 手下那些兵将死伤无数 连大将李斌都被他杀了 哎呀 那些将士呢 有失动摇了 有些就提出来 哎呀 不如休息一下吧 打得这么辛苦 受不住啊 有些甚至提出来 喂 不如回回北平 哎呀 看看形势如何 再作打算吧 朱棣实在是没办法了 照召开将领的会议来商量 他自己呢 在心表明自己的决心 鼓励大家 很快就胜利的了 大家千万不要窃利 知道那些将领都不多听他啊 没办法啦 朱棣就只要提出来 这样子 如果大家支持我的 跟我继续打下去的 就站在右边 如果赞成撤退的呢 那就站在左边啦 本来呢 朱棣以为大家一定支持他嘛 谁知 大多数将领 站在左边 是啊 这么多人都赞成撤退啊 朱棣就没办法啦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说怎样就怎样算啦 一吐气就坐下 正在最困难的时候 底下的大将 朱棣站起来对那帮将领说 大家听我说啊 不要这样啊 一定要坚持下去 当年 看高祖刘邦 十战都九不胜的 但是 他坚持打到底 朱棣就打下江山啦 现在 敌军已经疲蔽不堪啦 我们只要再坚持一下 胜利在望的啦 绝对不能啊 退兵 他这么说呢 整帮将领就无声出啊 因为啊 自从张玉死了之后呢 朱棣已经成为第一大将 他很有威望啊 而且军中呢 亲信很多的 所以呢 这么多将领 多数都不敢得罪他的 一场风波 就此平息 战争的事呢 胜负呢 往往就靠 坚持一下的信念 大家军队呢 终于坚持下去 反围呢 京城里面 不知道谁出了这种歪主意 他说 朱棣呢 已经没什么作为的了 有这次教训啦 不如呢 将徐辉组 调回京城来保卫京城好了 于是乎 刚刚打了个大胜仗的徐辉组 调回京城 唉 那就丧失了 打败朱棣的最好的时机 现在战场上呢 就只是静平安和何福 因为这里地形呢 不利于防守的 有这么巧呢 在灵壁那里呢 运送梁草的队伍呢 被朱棣出来打 梁草全部给朱棣一把火 萧星光 军心当然不稳啊 梁食不够饭都没了吃 哪有心机打仗啊 平安和何福就商量了 这里不行的了 就打算 明天一早就撤退了 以炮声三响为好 立即行动 但是一早 他的队伍正是执着包服 准备走人了嘛 怎么知道忽然间 三声炮响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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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响呢 不是他这边响的嘛 世事有这么巧呢 朱棣呢 也决定 明天一早进攻 以三声炮响为好 一听到炮响就冲进去 朱棣这边呢 一听到炮响就冲锋向前 片片平安这边呢 就以为三声炮响撤退 好了好了 一边就闻炮响就撤退 一边就听炮响进攻 那么结果如何呢 不用讲大家都知道的了 这回呢 平安就全军覆没了 连为他手下三十七元大将 统统做了俘虏 就剩下个何福 幸好被他走掉了 朱棣这个坚持到底 果然是取得辉煌战果 顺利踢开了最后一个烂路虎 打通了向京城前进的道路 这一场战役以后啊 朱尹敏再没办法 统织有效的反攻 也没能力阻止朱棣大军的攻击啊 那平安做了俘虏 盛容和铁远呢 已经成为明日黄花过气人物的了哦 朱棣下一步呢 就是攻打扬州 当时阳州的首将 是监察二使黄奔 本来呢 他想判死首尉的 后来被下属出卖 阳州失守了 大家都知道了 阳州和南京 贴到实的 阳州失守 南京是没办法守得住的了 朱棣呢 已经来到京城的门口了 一步就踏入京城的了 那时候呢 这个朱尹文啊 已经吓到六臣墓子 他怎么都想不到 爷爷 要他坐江山 坐这个皇位 这么快就要让出来哦 那时候呢 他那两个得力的宠臣 齐泰和王子晴 已经不在京城了哦 他身边呢 就只有个天下文明的 方孝宇 这位方孝宇 绝对是一位万人敬仰的大宗臣 但是 他绝对不是一位 治国平天下的公臣 不过呢 现在朝中无人 只好依赖方孝宇这个思外子 由他来出救国良方 这个方孝宇真是临危不乱 空有成竹 兔兔不绝 是一个大学问家的风范 他一一列举对策 首先 要派大臣出外招兵 其次 号召天下来的勤王 第三 派人去和朱棣谈判 拖延时间 第四 可以过这么多土地 给燕王 麻痹他 这位大学问家 确确实实是 满腹经论 议论涛涛 可惜都是废话 都是指上谈兵 没有让行得通 他提的安邦妙计 实在令人提笑皆非 现在什么时候 现在是大厦张卿 手下的兵出走都走不及 你叫人去招兵 谁肯来 你说要号召天下来到勤王 现在 个个都想找一官半职 移得快点投降给朱棣 谁肯来保你 还有 你要找朱棣谈判 想拖延时间 那个朱棣专门搞阴谋 他会这么容易上你当 简直是痴人说梦 你各的多土地 来满足朱棣 人家本来就是凡王 他有大片的土地 他现在要的 是大明江山 你拿这么多土地 他就肯了吗 这个朱棣 想这些办法 当然行不通 但是呢 都比朱棣一样高过朱棣一些的 那庆城郡主就趁着过江去见朱棣 朱棣十分热情又客气来接待他 郡主就说了 郡主就说了大论 他说了大论 他说了大论 我的要求 朱棣这番说话 真是说到绝了 他说为父王报仇 父仇不报王为人 谁敢说 不要为你父亲报仇 不得了 另外他入京城 是铲除奸人 那哪些是奸人 你为父报仇 哪些是仇人 这些统统没有说 最后他还加句 我要学当年周公负政 周公负政就是当时皇帝 你走到一边 周公来带他管治天下 那就说到白了 我就是来接本王位的 你现在皇帝你和他走到一边 哪里有商量余地 最后他还害怕唐家姐哩嗦 他还交代一句 如果皇上不答应我的要求 我攻破城池的时候 请各位兄弟姐妹 立刻搬去父亲灵墓那里住 我怕到时会吓死各位 慶城郡主 现在才明白 这个唐弟不但一意孤行 在他眼中根本就没什么兄弟姐妹之情 朱弟还将这些意思呢 写了封信给朱尹文 那朱尹文 接到这封信 就知道自己的幻想破灭了 他曾经对耿炳文说过 喂 不要杀我叔叔啊 这次呢 他叔叔没说到说 喂喂 不要杀我侄啊 那时候皇宫中呢 那些大臣太监工女 对朱尹文 依然是恭恭敬敬的 不过朱尹文是心中明白 明天阿叔坐上皇位呢 这帮人是一样恭恭敬敬对阿叔而已 这些都是仆人 只要保住他的利益 谁做皇帝他都一样的了 朱尹文现在就明白了 自己所谓拥有天下的天子 不过是一个孤独的人 一个无助的人 他自从当上皇帝之后 就时时刻刻都要提防着大臣 日日夜夜要防备着那些凡皇阿叔造反 要防备身边的官员和任何大臣 他和他的皇宫 是一个公开的目标 随时都会被外来和内在的人 来攻击 他就要用一生来守护自己的权力 一旦权力丧失 就等于自己生命终结 那朱尹呢 那朱尹呢 写信拒绝了朱尹文之后 他立即就发动最后的进攻 他将大军 布置在葡萄口 准备杜光攻击京城 他怎么都想不到 在这个朝廷遥遥欲罪的时候 他居然会遭受一场还强的抵抗 差点令他前功尽废 原来 当时守城的 就是那个死对头 老冤家 姓勇 当年 姓勇在制南 打败过朱尼的 现在他来死守南京 南京虽然是一座孤城 但是呢 还有十几万大军巨守 现在姓勇 就在南京 葡萄口那里 来到对抗朱尼 虽然朱尼已经是折折胜利的了 但是长途行军打仗 实在已经打到强奴之末了 遭遇到那些还强的抵抗 就有点顶不住 朱尼甚至想过 哎呀 没办法了 只要退兵了 以后再算了 如果真的退兵呢 历史就可能改写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又是风云突变 黄芷晴当年 放走那个做人质的朱尼 朱尼的儿子 朱高许 突然间好像天兵下凡 那样 他带领救兵 来到朱尼 朱尼 哎呀 这回真是绝处逢生 事实上啊 现在 双方都打到 根皮力拳 没了力的了 忽然间多了批 生力军礼 朱尼就宽起了 拍着个儿子的肩膀 又说了一句 细子身体不好 你要注意自己身体啊 朱高许一听 哎呀 我大哥身体不好 叫我注意一下 那就是将王位 传给我的了 朱高许 朱高许就判死来攻打 果然啊 被他打过长江 直到南京城下 这一句 细子身体不好 哈 细子呢 个个都知道啊 就是讲大仔的了嘛 大仔身体不好 那就是叫你顶上 那意思的了嘛 那将来的王位是你的嘛 今天朱高许 将细子身体不好 这句说话 当执倒宝那样 其实啊 这张是空投支票来的 他说细子身体不好 他并没有说将王位 传给你的嘛 就是因为这个朱高许 拼命奋战 朱尼就将大军 一直打到南京城下了 看白要攻占城市的了 不过又不是那么容易啊 为什么呢 因为南京城啊 是由大富商 审万三赞助明朝朝廷建筑的嘛 南京城的城墙呢 是用花江石 云同糯米粉来的砌成的嘛 十分坚固嘛 而且城内有十几万大军来都固守的嘛 你朱弟这么容易打得进来吗 朱尼文也都明白这一点 所以 他就拒绝走去南方避难 那个方孝宇呢 他之所以这么大胆 建议皇帝坚守南京城市 也有他的道理的嘛 说起方孝宇 确实是一个硬汉来的 皇帝朱尹文曾经问过他嘛 如果万一京城失守 那怎么办呢 方孝宇就说了 如果京城都守不住 那皇帝陛下为了江山舍职而死 都是理所当然的咯 方孝宇 师生一个 从来未经过战火考验 大难临头 增增铁骨 可敬可叹啊 好了 方孝宇就建议死守南京城 朱弟面对着这个坚固的南京城市 用什么办法来攻打呢 欲知后事何 且待下回分解了